大家好 欢迎收看 古海飞扬台北股市今天呢 那在跟随的欧美股市大涨 那雅谷今天都做一个 强势的一个表态 那二乌的一个 算是疑虑 大家或许有担忧 他把他目前看起来就是 化解这个疑虑了 所以整个行情 今天最后大房是涨279点 升息的问题也好 或者是战争的问题也好 其实基本上这种 预期心理所造成的拉回修正 因为这种升息 或者是因为战争的疑虑 所造成的预期心理的拉回 基本上那绝对都早买点的 如果你在台北股市操作 你在证券市场 你在投资市场 你看了很多年的话 你绝对知道这个道理 只是 在他拉回过程中 你真的会去出手买进的人 少之又少 所以否则 前几天他不会量缩嘛 对不对 你从整点成交量 你看得出来嘛 代表市场的一个气氛 所以当今天行情又上去了 量又放大出来了 那今天量呢 最后有2690亿 有没有到3000亿 连3000亿都还没有到 代表说 那这个行情量放大是放大 没有错啦 可是我已经好像 好像3000亿都没有到耶 所以这个行情 只会反弹一天吗 所以基本上 它极有可能是确定 第二只脚 确立 持续向上看 那既然是如此的话 很多个股啊 它绝对不会等大盘的 我说过 你如果真的是主流 你真的是强势股 其实你早就出现转折买点了 大盘现在大家都还在试图去 判断说 它是不是要确定 在这转折要上去 对不对 你看价钱指数 大家都要判断说 是不是确定 这里做第二只脚 回测 测完之后要上去 确定要上去 是不是呢 在你再讲 是不是的过程中 真正的主流强势股 它早就上去了 而且它今天还创新高 一个接一个创新高 对不对 2月9号我跟你讲 一粒店 当天拉涨停 可是我已经讲过 股票会拉涨停 会创新高 绝对有蛛丝马迹 可以去查的 那为什么要去买 为什么涨停 它涨停前的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就是 大家后来事后 你上去之后 你回头 你讲事后的 你会告诉我 这里是转折区嘛 我在这里买的话 一定赚钱啦 对 但问题是你要做得到啊 在这个转折区里面 一些数据 我已经写给你了嘛 把这个数据 从模组上面来看的话 就很清楚了嘛 1月17号 第一次 第一次的 一整天下来 四个半小时 下来312这样的运作量 从这一天开始 就是一个异常了嘛 那出现运作量之后呢 你就要注意 它极有可能是什么 原本的方向 要改变了 原本的方向 要改变了 那原本的方向 要改变的话 从第一天出现之后 你再追踪 继续去看 1月20号 那一天累积的 一整天累积的 2140张运作量 那你把它看成 向上推的四天 你到高点 低点到高点 这个从这个低点 到这个高点 你把它看作是一个K棒的话 那就是一个 红K上来了嘛 看了这个红K上来的 一个K棒之后呢 我们所谓的运作K啦 运作K线做上来之后呢 它会自然的回落 回落你就早买一点 回落你就早买一点 到这一天 125又来一个342张 又上去了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 转折确认点 从76块多 已经到100块 今天2月16号 涨停板 那它今天涨停 已经到103块了 今天一粒店 涨停已经到103 再创波段新高 然后你再看一下 价钱指数 大家还在分析 还在研判 是不是有可能 第二只脚确定 成立了 要上去了 可是有些先行的股票呢 什么叫先行的 一定是强势的嘛 带头的嘛 对不对 我领头羊嘛 所以呢 这种多头领头羊股票 今天创新高了 大盘的位置就好像什么 第一个低点做出来之后 大盘现在在做第二个低点嘛 测试看看第二个低点 确不确立嘛 对不对 可是呢 对于这种先行股怎么样 早就创新高 走一波上去了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讲 我说当你在注意大盘的时候啊 你不能够在注意大盘的同时 你却忽略了 有些个股的买进的时机 可能已经到了 那更糟糕的是 你在注意大盘的时候 你摆明你已经看到了 你所追踪的潜力的标的 出现了运作量了 有运作现象了 你当作没看到 你把大盘 视为比较重要的重点分析 你认为大盘这边还有疑虑 所以你当作没看到 在你当作没看到的过程中 你还在等待大盘 要不要确定要转折 要启动之前 这些标的啊 运作量 运作完毕的标的啊 人家已经偷偷涨了一波了 到今天你大盘涨个300点 200点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我创新高了 我已经走一波了 我从76已经拉到今天涨停103 对不对 76到103 10张就好 10张就好 到今天赚多少 27万 你只买10张 成本不用百万 买10张成本不用100万 你已经赚27万了 一堆人还在研判 大盘这里是不是确定的转折了 确定止稳了 你要怎么样研判大盘 那是合情合理正常嘛 我们在这个市场交易 我们当然要研判这个市场 研判欧美股市 研判什么 你很多东西很多商品其实 财经经济数据都要去看 都要去探讨去了解 然后去推估未来的一个整个趋势 可是那个是大方向 你实际在交易呢 是关系在你看中的那一个标的 它是属于哪一个产业 那那个标的 它今年预期预估 营收状况 出货状况等等等等 毛利率等等的 你要去看个股的 个股的状况 那既然这个标的 有机会在今年大成长 价值目前来看 有可能是低估的 那你就应该等到 确定有运作量出来 你就要找机会 试机介入了嘛 而不是说一直一直碍于 大盘这边可能有疑虑 国际情势 很多很多 你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呢 股票该出手 你也放掉 你也放弃 机会又是这样出来的啦 其实真正的最好机会 往往往往是什么 往往不是大家认知的时候啦 这个时候啊 是1月底 1月底 现在2月中 你看 10张就好 已经差27块价差了 10张赚27万了啦 运作K棒拉上去之后 回落早买点 就上去了 那你从今天往回看 这个区块 是不是造成股价 转折的区块 那会造成一档股票 原本的方向 趋于向下的这个方向 为什么会开始扭转之后 向上 那这个过程中 在转折区的筹码 一定跟人家不一样 如果转折区 每天每天交易 交易交易 4个半小时的筹码状况 都跟之前这一段时间 都一样的话 方向怎么会改变 一定会继续继续怎么样 拉上去不过高 再向下再破低 跟之前是一样的状况 代表原方向 原趋势没有改变 那原本趋势没有改变 代表原本的筹码状况 完全没有改变 所以一旦某一个阶段 或某一个阶段 筹码的内容状况 是改变了 就代表什么 我未来的方向 我原本的原趋势 就改变了 所以在某一个阶段里面 我们要去看 它带的是 它的一个筹码状况 运作K棒进来之后 回落找买点就上去了 尤其你看一下数据 这一天 这一天 平凡无期 但是那一天你知道吗 那一天整个四个半小时 总共累积了 8622张的运作量 跟前几次的运作量 312张 2140张 342张 差多少 差了几倍 一天累积 8622张运作量 你那个那一天 那一天你就可以知道 一件事情了 第一个 它一定要上去 第二个 背后一定有利多 一定有利多 两天之后呢 8622张运作量之后的 两天之后呢 两天之后怎么样 多大涨停板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去年获利 创下六年来新高 消息出来了 一天多 两天之后 消息放出来 股价开始启动 你再往前回看 你不经济 觉得 哇 这个市场 什么事情 都早就有人先知道了 都有人先在里面 做准备动作了 快要放消息前 这一天 运作量来到8622张 你看看 到今天已经到哪里了 103了 当时呢 才70几块 这就是股票市场 那你说 老师 可是我又不可能 掌握所有的资讯 我又不可能领先知道 所有的未来 即将发布的什么利多 什么消息 对不对 对 因为你不可能知道 所以 你可以知道的是什么 你可以 你可以去掌握的是 每一档标的 每一天 交易时间 四个半小时内 我们现在所讲的数据 是要真实在交易内容内的数据 你不能够自己去乱说 这个数据怎么样 那个数据怎么样 我们现在所讲 一切一切的数据 都是真实的 每一天的交易 交易的过程中的 四个半小时的 每一档标的 交易内容里面的 某一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我们会不断 有发现 我们就把它抓出来 那有被抓出来的人 就跑不掉 只要你被抓出来了 有那个数据被抓出来了 几张 绝对跑不掉 几张 绝对跑不掉 这两天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零就是零 那到底什么数据这么重要 我们叫它运作量 运作量开始出现之后 这种异常的运作量 开始出现之后 你要格外留意 这种标的 极有可能是什么 进入了什么 进入某一个阶段的 方向即将改变的 转折区块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抓在 我们可以在买在 买在转折的区块里面 有没有 你在这个区块里面买 你绝对赚钱嘛 有没有 你走一波给你赚了 就是一粒店 今天涨点创新高 做股票是有方法的 你不能乱做的 来 同样是今年大趋势 有没有 我说进入2022 2023 这两年的成长 加速度的是什么 折叠系列的商品 有没有 那我跟你讲 某一档股票 哪一档 我说折叠相关的 受费的很多 你要去追踪 上中下游很多 但是我就告诉你一档 轴承的 3548的照例 1月19号我就跟你讲 当天逼近涨停 对不对 我就给你公开 已经拉上来了嘛 对不对 从转折上来一段了 我就给你公开 当时我就跟你说 2022留意 折叠系列商品 对不对 好 所以产业面 基本面 你一定会去找股票嘛 你会从产业面 基本面里面去看 今年可能会发酵的 某一个趋势 或某一个题材 在今年可能会发酵 那相关的 受费的概念股里面 你就要抓机会出来嘛 那你会抓哪一个机会出来 一定是某种原因 你认为 它要动容 它是属于某一个产业 某一个概念 某一个趋势 里面的某一只股票 而为什么你抓它 可能这个概念里面 可能有20只 30只 为什么你偏偏看中它 因为 有某一个数据 某一个因素 让你 足以让你判定 可以先操作了 这个标题会先涨 什么东西 筹码 而这个筹码必须来自于 你每一天 每一天四个半小时的 交易内容里面的 某一个关键的数字 某一个关键数据 只要有几张 我就列给你看 没有 零就是零 所以一旦出现的时候呢 你就会知道了 这标题差不多 要开始找机会了 准备介入了 所以照例 是在1月3号 这一个小红K 这一个小红K呢 出现了异常的113张的运作量 隔天 1月4号 8张 几张就几张 对不对 我说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有几张就有几张 在隔天 这个红K 一张都没有 零 那到这一天 1月6号这一天 又有了 108张 再到这一天呢 1月7号 182张 再到这一天又没有了 所以就从 开始有的低点 延伸到 这一波推高上去的 运作到高点 从低点到高点 你把它画成一个K棒来看的话 就是一个运作K 所以运作K之后呢 回落 有没有 运作K之后回落找买点 通常有机会回落到远点 有没有 找买点 这一天 1月12号 又再度出现 35张运作量 隔天再来一个 424张 就上去了 所以你拉回找买点 就上去了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 折叠系列的概念股变 我就跟你说照例 因为它在 1月3号就开始有出现运作量了 然后就向上爬 就向上爬 这一天我们还有减码一半 对不对 因为快过年了 我们认为它会过年前 有一些调节性的资金会抽离 所以股价会自然的回落 有没有 到2月7号 我们当时 20号 文高获利减码一半的照例 22月7号开红盘之后 强攻涨顶 有没有 开红盘之后呢 马上开始强攻 2月8号再创新高了 到这边来了 所以年前有没有 开始运作 回落找买点就上去 到这一天 我们先减码一半 这一段先减码一半之后 剩下的部位呢 过年期间 有没有 封关前 慢慢的回落回落回落 回落到哪里 又到远点 新春一开盘 马上转折拉涨停 马上就上去了 就这样上去了 又创新高 今天16号又拉涨停 创新高 那从什么时候买的 这里买 这里是什么 这里就是运作之后 运作K之后的回落 找买点嘛 对不对 这里先减码一半 剩下的继续报上去 一波 一波一波的报上去 所以严格来说你已经赚一波了 从这里到这里 有没有 回头看 那你看今天大盘 你看再看他大盘 再看看人家照例 已经走一波上去了 今天还创新高拉涨停 再看看刚才讲的一粒电 你会发现 有些先行的股票 今天就创新高了 拉涨停了 那今天有一些标的 当然也是涨的 譬如什么 可是你大部分 你把今天上市贵的行情 摊开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整个内容是什么 有一些标的它涨 可是这些标的涨 它们是跌破季线之后的 努力想要重新收复 季线前的那一段反弹 怎么讲 就是说有些标的 可能在去年 可能冲冲冲冲 往一个高点 然后一波下沙 两波下沙之后 已经跌破季线了 跌破季线之后 代表它离原本的高点 已经很远了 跌破季线之后 你现在破季线之后的反弹 可能今天搭配了大盘大涨 所以我就跟着大涨 涨停板也好 涨个7% 6% 8%都可以 你就是大涨 可是问题 你这个大涨 是破了季线之后 距离前高很远之后的 一个红K 上档还有一堆人套牢 等着要解套 跟我们这种 我今天创新高 拉涨停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什么叫主流 什么是先行的 你自己要去判断 那什么是跌破季线 在季线之下的 属于反弹的等等的 还有待在观察确认的 你自己要知道 所以到底是有待观察 在确认的标的 还是它已经是 它的领头的 先行的强势股 你要把它分出来 还有一些是什么 它正在酝酿中 可能准备要启动转折的 把它找出来 所以昨天我就跟你提醒了 其实最近 现阶段你要去留意一些标的 尤其是最近 它有特殊的利益基 今年预期的一个营收状况 EPS都很不错 再看看现在的股价 其实真的严重偏低 以今年全年可能有机会到的 一个EPS的数字 去看现在的股价 真的严重偏低的 这种标的 那线形也不差 你们一般所看的线形 也不差 那就等什么 就等 有没有运作量进来了 运作量这种东西是 透过每一天 每一天在交易的 四个半小时的交易时间内 所抓出的数据 那这是很真实的东西 有交易有开盘之后 才开始有可能会有数据进来 那是很真实的 透过这种真实数据 如果真的有出现了 你有特别留意这种标的 昨天我就跟你提醒 最近有一档标的 低价 代号二开头股票 今年预期很棒 那详细内容我就不变报告 那重点是 它最近这一个多礼拜 开始有出现运作量 已经累积到前天 已经累积到1320张 对不对 这种标的股价又低 位积又形态又漂亮 准备一旦转折 就是一个波段启动 这种标的 就是你现阶段 我说 当你想要找一个 有机会给你赚一波的 买在底部区的 转折标的的时候 又是基优的股票的时候 你要买哪一种 就是买这种 运作量都出来了 都已经看到 真实的运作量数据进来了 你还不敢操作这种标的吗 你还是说 你还是坚持要去买那些 已经破季线之后 在反弹的或者弱势的 在寻求解套的那种标的吗 不要做那一种 要做最全新的 今年开始的全新的 有实质基本面的成长股 机优成长股 最新标的 跟随布局的投资朋友 你直接拨电话来 报名专人通知会员 那我们就会带你买进 最机优的筹码运作股 最新的筹码运作 带你买在底部 买在转折来重压 有兴趣的直接拨电话 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周一至周五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回来 节目现场 来 所以 你看看今天的标的 其实 你在每天看行情的过程中 不是去挑强势股看 你要看的是 今天的强势股 那它真的是强势吗 把这个格局看一下 它或许只是一个 跌了好几波之后 甚至连季线都跌破 甚至连季线都下弯的标的 反弹 那只是因为它反弹 可能今天涨停 今天涨8% 今天涨7% 你觉得它是强势 可是是吗 它能走多远 它为什么能够跌破季线 它为什么季线当时会跌破 筹码出状况吗 还是成长性的问题 你都要去了解 不是今天强就认为它是强势股 不是这样看的 可是今天涨5%要涨停 是创新高的 那这你就要留意 那你说它不是强势股吗 它比大盤 大盤现在还在试图说 是不是站稳了 是不是这边止跌 确定要转折的时候 它早就转折 早就走一波上来了 那这个你不用怀疑 它就是强势股 所以强弱不是看今天涨或跌 你要看它在什么样的位阶 处在什么样的位阶 它现在在做什么 你要了解 那如果现在正在运作 未来准备走强 你就去买这种 不是去看今天谁强 你就想买谁 那种做法是落后的 是输家的做法 赢家是做 他知道 我知道这个标的 未来会走强 会走一段上去 我要买这个 尽管你今天或许不强 甚至你搞不好你今天还跌 可是我知道你有问题 你的筹码上面有异常 已经有运作量了 那我就找机会介入 在你转强上去 政治启动前 我就是要先买到 赢家是这样做的 那输家呢 赶快看今天谁涨停 今天谁快涨停 赶快想要去做这样的标的 知道是什么位阶 你都不理他 你都不在乎 他是不是破季线 你也不在乎 对不对 一地垫 早就转折上来了 你说他是弱还是强 转折的时候有什么筹码状况 有啊 你可以判读出来的吧 对不对 这种这些数字 这些筹码状况 是每天四个交易的过程中 四个半小时里面 你可以看得到的真实数据 不是我们凭空乱捏造说 他不是这样 你不可能这样做 你不能这样做的 凭空四个半小时里面 真实交易内容里面的数据 抓出来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赵立 已经走一波上来了 年前休息 也刚刚好就回到这里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天底下有那么刚好的事吗 回到哪里 运作的起点 有没有 回来之后 青春开盘 马上就上去了 为什么 后面有没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很多事情 你要看内容 你要去了解 很多东西你不了解的 我现在让你了解 从这里买 到这边来了 已经赚一波了 那他搭上 今年的 那个折叠的趋势 所以 不会就这样结束的 所以他就是 为什么他给创新高 他是给创新高 他不是那种跌破季线的反弹 为什么 对不对 好多股票都跌破季线 你知道吗 我这样讲很多投资人都 内心有所感受 感触量身 为什么 因为你的持股可能就是已经破季线了 你知道我在讲那一类的标的 对不对 那你要去想的是 为什么你的持股是破季线的 为什么季线会跌破 比大盘还弱 为什么 跌破季线的 怎么回事呢 你要去了解 筹码状况了吗 还是基本面 今年可能没有预期那么好 或者是今年的预期 相对去年 去年基期跌高 今年成长性可能不够了 把人不买账了 筹码已经松动了 你都要去了解的 保龄 有没有 筹码状况在这边出状况了吗 异常 有没有 先推上去 这个看作这个 运作K棒 运作K上去之后 回落早买点吗 有没有 数据给你看到35张吗 几张就是几张 我不能乱讲 回落早买点 就上去了 有没有走一波上去了 他早就先转折 他已经先上去 去创新高快一百块了 过两天整理之后 再上去的话 就看到一百块三位数了 这类的标的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对不对 选股其实有时候就是 你不能乱挑的 上市贵一两千家 你不能喜欢哪一档 你就挑哪一档 今天看到大盘涨了 你觉得比较放心的 赶快去挑一个强势股 大涨的标的来操作 是这样做的吗 不能这样做 你要买就要买 有运作量的 有人在运作的 筹码运作股 一直叫基优的筹码运作股 专人通知会员来报名 带你买底部转折 来重压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应自负投资风险 我会